通靈少女國際發光 以及爆紅的男主角蔡凡熙 四眼老師 其實是先拍了九把刀的怪物電影 在義大利影展為眼線轟動 那個掌聲是熱烈到 我覺得是體驗過最強的掌聲 然後他們一直拍一直拍 一直拍一直拍 國內掀起應演比例討論聲浪 網劇成了影視新趨勢 燈光是音響師最強手 近身高興一足 近期的台劇系列報導 我是盧秀芳 週日晚間11點前夕一小時 中間調查報告 調查到底